韩国流行文化这几年席卷全球 所到之处都掀起热潮 其实韩国还有一个顶级国宝 传承了116年老祖宗的优良传统和技术 韩国最大品牌高丽红生 不但是送给世界领袖和贵宾的国家级礼品 而且也一直守护着人类的健康 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2014年7月初访问韩国 韩国总统普景会热情接待 双方强化中韩兄弟之邦历史情谊 贵客光临 尽地主之一 普景会送上韩国特产 给习近平当伴手礼 不是顶级国宝不会送出手 珍贵后礼更引爆了话题 掀起大陆客到韩国旅游 必买郑冠庄红生的热潮 几千年来韩国盛产高丽生 而闻名天下 高丽生对人体的功效 2000多年前神龙本草经上 就有文字记载 几千年来韩国人把祖先留下 精心栽种 培育高丽生的传统和经验 发扬光大 天时地利人和高丽红生成长环境得天独厚 记者前进郑冠庄高丽红生的故乡亲眼目睹 森龙门采收的过程 背后土壤 气候和技术缺一不可 郑冠庄从培育开始 以匠人精神和品质的要求 培育出全世界藏最好的六年根高丽红生 高品质的要求 郑冠庄秉持这份坚持 严选六年根高丽红生 怎么不是三年或者五年 六年根高丽红生 营养成分最高 经过独家增制 干燥技术让高丽红生品质精纯 不仅储存时间更长 而且人体容易吸收消化 根据本草红木把人生尊为上药 百草之王的美誉 绝对不是浪得虚名 高丽红生好处多多 而郑冠庄每年投入4000万美元 作为R&D研发之用 不断地开发创新 追求高品质 检验更是关键 韩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KFDA对高丽红生产品 要检验67种成分 郑冠庄更严格设下 270多种的成分的关卡 来确保产品的安全 连华人传统上认为 夏天不适宜服用高丽红生的观念 郑冠庄特别进行临床的实验 打破华人的迷思 要华人吃得安心 郑冠庄秉持奋斗的精神 制造高丽红生保健食品 蕴含了111年的制作秘方 和数千年来高丽生的美誉 全世界60多个国家 和地区公认的韩国名品 今年中秋佳节 高丽红生产品最佳的伴手好礼 把健康送给父母和亲友 想要了解更多高丽红生 以及郑冠庄 门市经营店的相关资讯 可以打中文客服专线 或者是上官网来查询 东西新闻李中瑶彭迪 吴中国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